活在贪嗔痴当中 你永远得不到真正的快乐 幸福和痛苦只是你的一种感觉 而这种感觉有时瞬间变化 幸福来得快去得也快 痛苦也是如此 年轻时我们有多少这种幸福和痛苦的感觉 现在都找不到了 杂念会让你把自性的光芒遮盖 学佛要性命双修 性指人的心性、思维、品性、性情 命指人的身体、生命能量、命运和物质 性命双修 就是精神和人身同时修 才能福慧双收 延年益寿 修心不修命 以后必生病 修命不修性 精神会有病 武善养武 浩然正气 浩浩乎 赛乎天地之间 所以学佛修心 福慧双修 性命双修 让你的本性更加纯洁 有时候坐在观音堂 每个人都在想 人生难得 犹如盲归植木 学会珍惜人生 借驾修真 身心两全 超凡入圣 才能见证佛性 经常想想 用你在求佛时的 这种心情 去慈悲一切 有缘众生 广结善缘 行善积德 这样 你的功德与发心 才会功德圆满 身作菩提心 心发菩提愿 常念慈悲心 祝心 大悲愿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